说到这个政报警察呢 在台湾解言以及这个政党轮替之后呢 已经很少看到这个政报警察出动了 事实上呢随着台湾越来越民主 那么政报警察也随着时代转型 现在他们还接受团体预约来参观 让民众了解到底政报警察是什么呢 平时操练的警记基本动作 编排成迎兵健康操 穿着运动服的保护总队远警 呈现亲和力十足的活泼形象 一般人印象中的政报警察 也得随着时代配合民主转型 警察就是政报警察 但是我们国家的民主 其实已经走到蛮高层次 现在警民对立冲突的状况 也不像以往 那我们就是在转型 在人文关怀社会服务这一块 欢迎就是各团体 带孩子来这边参观 那也体验一下 我们以往的装备 跟现在我们里面的勤务的状况等等 让大家更了解警察 也能够认同警察 以保护总队为例 在勤务之外的时间开放 让各单位申请参观 连执勤时可能遇到的冲突场面 也成为民众参访体验的一部分 民主制度成熟 相对减少维安特勤人员出动机会 对外开放揭开神秘面纱 也跳脱郑报警察的高压形象 更新欧院周一红采访我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